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够语言的视频 今天咱们继续一起学习够语言的基础语法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非常的重要 够语言中的通道的同步是这样 咱们在够语言中干什么最容易 开并行线程最容易 对吧 咱们开了线程之后 线程间是要通信的 比如说有时候咱们开了个子线程 同时咱们主线程是要等待子线程结束之后 咱们再能进行下面的处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做 够语言最强大的是并行并发线程 对吧 今天咱们学的知识点非常的重要 咱们马上开始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通道同步的处理方式 对吧 今天我就给您举 咱们如何使用通道的方式 等待另外一个并发现成的结束 好不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 咱们在开发中 特别是咱们在开发服务器端软件的时候 经常用到这个知识点 咱们马上学习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代码 代码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非常的重要 咱们看 第一行package这个没说的 然后impose两个包 这个也没说的 然后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这个node.js里面的一个异步函数 async的那种 好不好 说了说又跑node.js上去了 大家请看 我函数名叫action 没有问题 然后大家注意看 我的参数是接收一个布尔类型的通道 来标示什么 来标示着我当前县程执行结束 这个非常像 又得听node.js 非常像node.js call by 是吧 回调函数 非常的一样 只不过它不是以函数的方式回调 而是以通道的方式 以通道复值的方式回调 好不好 好 咱们看 这个函数内部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行 正在执行 loading 对吧 然后我在这睡上两秒钟 睡完之后 我这函数执行结束 您可以把这三行理解为 您更新了一下数据库 而且是带事物更新 这个整个事物比较复杂 需要花两秒钟的时间 好不好 更新完之后 因为我是在紫线程中更新 那么我更新完之后 我要通知主线程 我完事了 你接着往下走吧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逻辑执行完后 向通道发送的消息 什么什么 我已经淡了 什么叫淡了 就是说我已经直期完成了 对吧 这不淡吗 对吧 度的过去时 淡了 我已经可以了 对吧 那么他会往通道中 发现一个处 那么咱们再往看主线程 主线程 首先 咱们如果想和紫线程 进行通信的话 咱们需要用make方法 建立一个布尔类型的通道 叫做淡 对吧 其实我英语发现 其实还算不准 是吧 不准 好 咱们就叫 咱们就建了一个淡的通道 对吧 然后大家请看 我用go 关键字 去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突然变成了并发一步了 对吧 然后呢 我把通道传进去 那么呢 我的主线程会停住 好不好 那么呢 子线程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 数据库更新 带事物的 对吧 更新完之后 他给我返回一个淡 我在这呢 接收到这个淡之后 我才会往下处理 好不好 咱们呢 就模拟一下这个操作 您就相当于开个县程 去干什么 去做数据库更新 或者说开个县程 去接收用户的请求 等用户请求完之后 再把 再把这个结果权 再把这个操作权返回给主线程 的这么一个模拟操作 就可以哦 好 咱们先是要去马上运行 我给你拷贝过来 然后呢 我也是和做其他课程一样 我给您准备了两个窗口 一个窗口是客件 另外一个窗口呢 是咱们的代码区啊 拷贝过来 好 存盘 然后呢 左边是代码区 右边的是咱们可执行环境 咱们先LS看一下 没问题吧 只有一个main go 好 那咱们就直接更新一下 先清屏 是这样啊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主线程中 等待通道消息的 这个代码屏蔽掉 那么呢 咱们会调完这个action 这个子线程之后 这个主线程怎么办 还往下走吗 对吧 它不停 咱们先看这个结果啊 好 注意看 Let's go go run main 一挥车 大家请看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主线程扔出一个子线程之后 它就不管了 对吧 爱找谁找谁的 我呢 先结束我的 那么子线程到底在干什么 出于什么状态 咱根本就不知道 对吧 所以说怎么办 咱们呢 在主线程中 是需要编断代码干什么 等待子线程结束 然后咱们再去做其他的处理 所以说这地方呢 咱们接收通道的消息 好不好 OK 咱们在这个状态下 咱们再运行一下 我清晨屏 咱们再运行一下 大家注意看效果 正在loading 等两秒钟 税后正在更新 更新完毕 主线程结束 这个知识点 非常的重要 咱们和子线程通信的话 咱们用通道的方式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 所以说呢 今天做个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知识点 同时呢 我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然后是这样啊 到这个整个视频结束呢 我再跟大家多说两句 为什么我主张大家 现在开始学够远 是这样 是因为 现在看我视频的朋友吧 以这个学生朋友为主 我感觉是这样 包括这个后台留言 当然也有很多这个 有经验的朋友 在看我的视频 学生朋友看我视频 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想去找工作 特别是大学 可能要到了三年了 四年了 要毕业了 对吧 想去找工作 那么如果您学Python 集体学习的门槛 说句实在话比较高 如果您学Nodejs Nodejs换句话说 JavaScript的脚本 谁都会 有点臭便接了 对吧 那么您怎么和别人 有一个差别话呢 我觉得您就应该去学构源 构源在做大公司 做大厂 做大的并发的时候 它非常的强大 所以说呢 我经过小马视频频道呢 会与Nodejs Python 加构源 三个微博的频道的主题 咱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今后呢 我还会给你讲到 各位各位员 如何开发Web 如果开发API 如何开发微服务 微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吧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接下来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